小编啊在没有考下来驾照之前就偷偷开过自动挡的汽车 噓别让警察叔叔知道 自动挡真的是简单易上手 但是小编老爸却是一直钟爱手动挡汽车 不管是车型换了又换还是坚持要买手动挡汽车 小编很纳闷如此简单的自动挡老爸不喜欢 手动挡那么复杂麻烦 难道老司机的怀旧心理在作祟 而后小编仔细的了解了一下 其实不然 通过调查研究小编了解到 很多对速度有极限追求的跑车都是手动挡 因为手动挡可以更加精准的控制车的车速 从而让跑车发挥最大的潜力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意思是频繁的换挡会导致安全问题 所以人们觉得手动挡的车子开着不安全 小编觉得这是有针对人群 比如说像小编一样的上班族 对车的需求就是平常的试驾而已 不需要面临太复杂的路况 或者对速度有很高的要求 那么对于这一种人群来说 简单方便的自动挡当然是首选 由于对驾驶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虽然在驾校练车的时候都学习的是手动挡 但是操作起来并不如自动挡轻松自如 所以才会有操作不熟的安全隐患问题 而对于老司机来说 手动挡汽车更加符合他们的需求 通过对车的挡位的全方位掌控 而完成很多的复杂操作 另外手动挡不管是价格方面 还是维护修理方面都要比自动挡便宜很多 再加上老司机喜欢手动挡的这种操作感 所以说有些东西自动挡永远比不上手动挡 这种操作感 这送人便一手 再加上老司机 打鼓励 转发 ом 更 至许 可以